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呢?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收聽我們節目《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也有主港嘉賓袁大明醫生在這裡 袁醫生你好 你好 多謝你的時間 或者我也介紹一下 袁大明醫生其實是一間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主診醫生 這間其實是香港第一間自然療法診所 還有袁醫生本身有四科專業資格 首先可以提及一下他是一個脊骨神經科的醫生 也是自然療法醫生 也是香港的一位中醫醫生 還有他最專長的就是同類療法 這四科分別在世界各地 其實每一科本身自己都是一個專業的知識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或者了解多些自然療法 或者袁大明醫生的背景 或者去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背景 其實也可以瀏覽一個網站 網站是www.naturalthealing.com.hk 袁醫生 首先多謝你的時間 還有我知道我們今次會講一下關於糖尿病 沒錯 糖尿病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認識 家人或者自己 可能都有這種問題 對 因為其實我們聽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referral 聽回來的都知道 其實現在越來越普遍 這個糖尿病 很多人都是可能小時候有 或者慢慢上了年紀 甚至或者是可能越來越肥胖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問題產生 那個後果都挺嚴重 可能他們會致盲 或者是需要經常洗腎 或者是需要截肢 截了手、腳 那個影響真的很大 袁醫生 其實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多些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你剛才也提出 超乎糖尿病 是好像文明人的其中一個常見的病 而病者真的越來越多 譬如在1880年左右 講到美國的數據 在1880年左右 在美國來說 大概每10萬人 有2.8個人是有糖尿病的 嗯 很厲害 10萬人有2.8 今時今日起碼 有10%的人 一般我們所謂的西方文明國 差不多有10%的人口是有糖尿病的 嗯 亦都看到那個趨勢越來越多 糖尿病其實可以分成兩類 是 一種叫Type 1 Type 1 第一類是屬於 要依靠胰島素 是 病人身體不懂製造胰島素 所以你一定要用注射胰島素的方法 才可以生存 第二種我們叫做胰島素抵抗 抗拒胰島素 是 那這種情況 這種大二類型的病人 其實他的胰島素其實不是沒有 是很高的 真的血液裡面有很多胰島素的 只不過呢 身體就不能夠好好的去利用這些胰島素 是將糖粉燃燒 所以這兩類型的情況是很不同的 嗯 大家都聽過了 就是 一型那些呢 我們也都叫做 Juvenile onset 即是說年輕的時候會出現 而二型呢 通常是承認人 或者是延長一點 這樣會出現的 好了 那有些人問 成因是怎樣呢 成因 又是一型 那你說二型的人 因為飲食習慣 慢慢累積 這些所謂西式的 西方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導致 但是一型呢 很多時候是很小過有的 有些幾歲啊 有些可能到年輕人 到十幾歲 開始發現他有些問題 那到底成因在哪裏呢 那當然呢 屬於一型那裏呢 那裏呢 似乎有些家族的遺傳傾向 是 那如果家族上這些類型多 那比較上會多些少的 那就是可以說呢 和遺傳有關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這個叫自身免疫的問題 那就是說呢 自身免疫的問題 為什麼身體會突然之間 不懂製造胰島素呢 原來呢 身體呢 某種原因之下呢 是產生了一些抗體 是 那這種抗體呢 就會呢 是攻擊我們身體 餘狀裏面的一種的細胞 我叫Isolate Cell 那這種細胞呢 是製造胰島素的 那就是說 你自己有抗體 自身免疫的抗體 即是自己會攻打自己的細胞 而將我們自己製造胰島素的 胰狀裏面那種細胞呢 是消滅了 那變成了身體 不懂製造胰島素 那有問 那為什麼會有呢 那為什麼會有呢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抗體出現呢 為什麼會有這種抗體出現呢 那大家都聽過了 因為疫苗注射整個很強調製造抗體 沒錯 這些製造抗體 可以幫助預防疾病 那發現呢 原來呢 起碼有 大約80%的小孩子 那些孩子呢 有一型的孩子呢 都是因為打針 打疫苗注射的不良反應呢 是導致出來的 那如果你看回病例呢 那時候的小孩子呢 是突然之間呢 就打了針之後呢 就才出現那個 就發現他有糖尿病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處理手法呢 我們用一些 即是 加強免疫的 的工具 那其中呢 是空腺 就是5-max Extract 那在過去的經驗呢 如果是能夠早些發現 那我就可以呢 就採用這種叫做5-max 5-max Extract 那種一種抽取物 就是那個空腺 那種空腺呢 是我們那個免疫能力 我們抗體那個 那個生長的地方來的 那有時候呢 用它兩三月呢 可能都會有幫助的 那當然呢 其他都有多其他工具 因為我會再跟他分享 那第一型呢 就是 那個起因呢 是跟那個打針有關 打疫苗注射有關的 那還有一個可能性 有些人呢 就是受了病毒性的感染之後呢 突然之間呢 就那個異狀就壞了 那就是說呢 在一種病毒的感染呢 是襲擊了他的異狀呢 就是破壞了異狀呢 那因此而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當然呢 在一個數字上呢 一營呢 跟二營比一營的病者 是少很多的 那二營呢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差不多是一般大的文明國裡面 差不多有十個百分之一 都有的 那在美國來說呢 可以估計大概有 一千六百萬美國人呢 是有這種這樣的糖尿病 每年是差不多 新的糖尿病的病者 差不多有八十萬 每年有八十萬的 很厲害的這個數字 其實袁醫生 可否再跟我們分享多些 異形糖尿病 究竟是有什麼成因引起 以及如何去治療呢 其實應該 這個資料很有趣的 有一位電子工程師 他的名字叫做Thomas Smith 他從六十五歲的時候 就發現他自己有糖尿 而那糖尿呢 他的胸肚的糖分 是差不多 有三百五十的毫克的 一般來說 這個是一百以下的 成三百五十的 很高的 成了飯餐後的糖分 是五百五十的毫克的 很明顯 這是一個很高的 不知什麼原因 他當時只有六十五歲 他去看醫生 他說 這個糖尿病 是沒得醫的 於是他不放棄 於是他自己去醫學文獻 裡面去找資料 希望找到自己的 處理自己的方法 很幸運 他用了一百零七日 不斷地去找資料去學習 他竟然立刻 發現一些方法 他可以去做的 是 什麼方法 這些東西 結果令到他的糖尿 是完全正常化的 當時他是沒有用任何的藥物 也沒有用任何的治療 他將他的發現方法 如何令他從異形的糖尿病 康復回來 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 叫做胰島素 我們的Silent Killer Insulin or Silent Killer 就是說 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的糖尿 後遺症 不是因為血裡的糖 是因為血裡的胰島素高 很多時候 人們都以為 原來跟糖無關 其實糖的殺傷量 不是那麼大 反而胰島素是高的 他發現 原來很多時候 當一個人有糖尿病之前 第一個出現的血裡的指標 就是胰島素增加了 真真正正的 我們看看有沒有糖尿 其實最重要 是看他身體有沒有胰島素增加 當然 如果你完全沒有胰島素 我属於一型 如果發現胰島素 不斷處於高增加的位置 其實可以解釋給你聽 這個人是真正開始有這方面的糖尿病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 慢慢地 胰島素 就是製造胰島素的胰狀 慢慢地 它會衰竭 即它沒有辦法再繼續 長期製造胰島素 結果慢慢地 就發現胰島素是不足的 所以有些人 後來做醫療到差不多 就開始注射胰島素 是的 聽過 好了 其實真真正正的問題 就是高胰島素 原來高胰島素 對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高胰島素 是會將我們身體 好的膽護唇 即高濃度的膽護唇 製作減低了 那為什麼呢? 原來高胰島素 會抑制身體一種的 原來高胰島素 是會被抑制下來 那這種呢? 就會導致我們身體的高濃度 好的膽護唇 降低 也會導致我們三金油脂增加 也會導致我們三金油脂增加 也會導致我們壞的膽護唇 所謂膽護唇 不是膽護唇 不是膽護唇 膽護唇是增加的 這個原胸 其實背後就是胰島素 胰島素 是導致這類問題 是的 由這裏你可以知道 為什麼很多人有糖尿病的人 通常也是膽護唇高 三油脂高 其實背後都是因為胰島素過高的作怪 導致膽護唇高 導致三金油脂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驗血管的時候 一般人都很容易會驗膽護唇 三金油脂 好的膽護唇 或者壞的膽護唇 一般人習慣上 都不會驗胰島素 其實原來很關鍵 其實關鍵是胰島素 但不要緊 既然胰島素高 跟胆護唇高 三金油脂高 好的胆護唇低 壞的胆護唇高 是有關的 可以這樣說 當你在一般例行的 嚴血檢查 身體檢查發現這件事 基本上你都可以知道 你是傾向將來會變成糖尿病 是 好了 而這位科學家 工程師 發現原來 真真正正導致 我們的糖尿 是我們的食物 吃錯的食物 主要是我們的食物 缺乏了阿米加三的脂肪酸 阿米加三的脂肪酸 而我們吃得太多 我們所謂人造的脂肪 人造牛油 做很多假的反式脂肪 原來關鍵是這方面的 當我們身體這方面 即壞的脂肪 多好的脂肪 少的時候 我們的胰島素 是沒有辦法 是將我們的糖 葡萄糖 是將它化為 控制 即將它來控制 胰島素的燃燒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胰島素 會將這些糖分 制造成三金油脂 所以很多時候 會發現 為何肥胖的人 往往都會有糖尿 在英國 亦都做了一個 很長遠的研究 他發現 很多肥胖的人 整個診所裡的肥胖人 其實 最初肥胖的時候 未必是有糖尿 但最終 他們全部都是變成糖尿 還有一個 高胰島素的問題 他發現 高胰島素 亦都會導致 我們身體的血管 是出現這些 那些結塊 那些碎 亦都導致我們 中風 心臟病 還有我們 我們的血管 那些死子急壞死 之後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很多很多糖尿病 那些後遺症 例如眼盲 死肢的血循環受損 那其實問題 是我們的胰島素 是 就不是糖本身 直接是胰島素 好了 你要問一下 那 異形糖尿病的人 通常有什麼 共通的症狀呢 往往你發現 他們都是一些 不多做運動的 即是經常 狗坐不動 這些生活的方式 那些人呢 就是一個容易有的 那還有呢 他們進食很大量的 輕化的脂肪 那輕化的脂肪 那輕化的脂肪 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市面上 所有這些 精煉的食物 那些高餅 餅乾 全部都用這些 輕化脂肪來的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我們呢 那個精煉的 那個碳水化合物 也都過分食用 是 當然呢 白糖啊 白麵粉啊 那些這樣的 但是最主要最主要呢 竟然呢 就是我們那個 我飲食的食物裡面呢 那個阿米加三的脂肪酸 是缺乏了的 那他在研究發現呢 原來呢 在美國呢 是早年呢 我們去很多這些好的 就是阿米加三的 阿麻子油的那些 那些食品的 那到1950年呢 那一間 製造阿麻子油的公司呢 叫阿 Char Daniel Midland 這間公司呢 就停止製造阿麻子油的 而同期呢 在我們的食物工業裡面呢 是大量呢 是將那些飲食方面呢 是由我們的牛奶 用牛油啊 或者豬油啊 慢慢呢 是將它變成人造牛油啊 那做很多這些 我們叫做那些 那些 蘇油 Shortening Crisco Snow Drift 那些類的 還有很多人造的沙裏油的 那這個在第一次世界大展 就開始變得很快的 是 那同時呢 那些食物公司呢 用很多些 然後搞 搞 的 的宣傳的那些 廣告呢 就讓你知道呢 哦 我們這些這些植物油 才是好的 我以前吃的那些豬油啊 吃的那些牛油 是不好的 那於是乎呢 那些人的進食習慣呢 就用了這些 這樣的反式的脂肪的 而不是我們那個 正常的動物 或者植物裡面的 那些所謂的 就是多不飽和的脂肪 那這些動物的脂肪呢 其實對我們身體是很好的 那而我們呢 結果吃完這些 那些人工做的那些 那些油呢 這個是我們的致命傷 那你看到呢 這個趨勢呢 是第一世代大戰 第二世代大戰開始的 那而我們這方面 那個食物那方面呢 就這個問題越來越多的 那原來呢 那這種反式脂肪呢 那在身體呢 就很難將它清走的 那它經常都鬥賴是在那裡的 那如果它原來每天都積很多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令到我們身體 就是處理其他的營養的能力 是大大大大大減弱的到的 嗯 明白 那原醫生啊 其實講現在的耕種方法呢 其實又會不會是這個問題的根源呢 那我們都 那剛才我們所講的 就是食物公司呢 開始製造很多植物油之後呢 那在我們那個 就是一般的國家的製造那些農場呢 都開始是大量用一些 用那些化肥 那其實化肥呢 是主要的那個成分呢 都是膽啦 麟啦 還有甲的 那這個是主要的 那曾經它有些法例呢 是差不多呢 是強迫性呢 是立例呢 叫那些農民呢 是要用多些化肥的 是 那當然了 化肥呢 可以吹谷那個植物的那個素量 增加 那但是呢 你知道了 食物裏面呢 雖然是量多呢 那質呢 相應是減少的 那 化肥裏面呢 只是著重於 淡啦 鱗啦 還有甲啦 那身體是需要很多其他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泥土需要很多美元素的 那完全是沒有補充這件事的 那我也都知道呢 我們木树芽菜呢 如果是我們的那些泥土裏面呢 缺乏些棚 那波浪呢 木树芽菜呢 根本是不能夠成長的 那就是這個是開始看到呢 你剛才所說的那個 那個食物那方面的泥土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早知道的了 一九三六年呢 美國各國會呢 有一份那個文 就是那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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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資料 是 是 264 這個 document number 264 那他說呢 他說 他裡面記載了呢 其實呢 我們大部分人呢 今時今日的危機呢 就因為我們那個 那個飲食的食物那方面呢 是缺乏很多東西的 那 因為呢 是我們那個那個泥土裏面呢 是那麼那麼貧乏 沒有這些這樣的礦物炎 沒有 沒有就是一個 就是 正確的礦物炎的平衡呢 那這個呢 會導致我們的所有食物呢 是 沒有足夠這些這樣的礦物炎呢 是令到我們呢 我們動物呢 吃這些食物出現問題呢 可以這樣說呢 也都是會導致我們其他礦物炎的損耗的 那這個是1936年 其實他已經知道的 如果我們身體沒有足夠的微元素呢 我們身體處理那個 那個所謂的炭水化合物呢 就是糖分的生存代謝 是會完全是會 會出現問題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1936年呢 我們知道的問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泥土裏面 是因為我們的食物裡面呢 是已經缺乏這些主要的微元素的了 好了 那其實呢 在早至1936年呢 我已經知道呢 我們的缺乏的食物裡面缺乏微元素呢 是會令到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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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炭水化合物的那個生存代謝 是會 會出現問題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我早期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有糖尿病出現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食物裡面呢 是缺乏這些很重要的營養 這些微元素 那在當時呢 是有位 Missuri大學的 有位 泥土學的 即是可能這個 可能是農業學校來的 有位 Dr.Albert 他已經說了出來 他已經說了出來 他說呢 我們的泥土裡面那個 那個 因為不足夠有機的物質 是 主要的那些元素 以及那些微元素呢 會令到我們那個農作物呢 就是那個質量 是越來越差的 那麼也都呢 是導致呢 食物呢 食這些這樣的植物呢 是導致呢 動物呢 亦出現很多問題的 那麼當然呢 最後呢 我們那個人類也 都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行免的了 那麼他已經預測了 這方面的問題的 那麼他當時呢 他指控呢 因為我們當時那個 那個法例呢 就 就規定那些人用這些 那些這樣的 所謂的那些 那個Fertilizer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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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肥呢 那導致呢 我們 我們的植物那方面呢 很多時候呢 就 營養不良 那導致那些 那些 昆蟲啊 菌啊 毛菌啊 還有很多的 甲蟲呢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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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我們那個 那個農作物呢 是大大量 來都 損耗了 那麼 也都呢 令到我們的人口裡面呢 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 我們的腦袋 那個能力 就是精神的那個 智慧呢 都會減低的 那麼從而呢 會出現很多 我們叫做 新陳代謝的 退化性的疾病 甚至乎是早死的 其實呢 這個問題呢 很久很久以前呢 我們應該知道的了 那麼一九九年年呢 我大家記得呢 那時候在巴西呢 有一個Earth Summit 是 那時候我們在綠色力量呢 很匯約的 那麼我知道有些人呢 就是去參加這件事的 那麼他那時候 已經說了 他說呢 我們的泥土 我們地球上那些 我們那些農作農場裡面呢 那些泥土呢 已經是已經很大大 已經損耗得很厲害的 他說呢 在現在的一般的泥土呢 在所謂那些 現代的 那些泥土呢 已經損耗了85% 它那個抗物的成份 那麼大部分的其他國家呢 可以說呢 百分之九十呢 那個那個抗物鹽呢 已經是損耗了好 就是都沒有什麼了 那麼一九六三年呢 有位Dr. Jerome Weissner 那他是金奈迪總統的 一個科學的顧問來的 那麼他說呢 我們現在農場所 大量用這些殺蟲藥呢 是比我們的核子 核子武器的那些污染 是重迷的 那麼厲害呀 其實會有什麼的影響呢 如果殺蟲藥呢 那麼就是 文明人那些所謂 這些所謂 我們那些文明人那些 那些退化性的問題 那其實都是跟我們那個 營養是很有關係的 在此以來 我經常都很強調 就是我們的文明人 就是致病的因緣呢 其實兩大類 毒素內聚和營養不良 那麼好了 那麼剛才我們 這位 就是監賴迪總統的 科學顧問呢 那麼他都指出了一個殺蟲藥呢 那麼其實大部分 我們加工食物裡面呢 都帶含有很多這些 這樣的殺蟲藥那些 那些渣載的 還有很多的附加品的 那麼大部分 我們那些所謂的加工食物呢 都有很多些 就是人造的那些脂肪呀 糖呀 還有那些假的人造的那些代糖呢 還有很多都是人造的那些成分的 那麼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他用很多些 這些食物工廠 當然有很多廣告啦 和一般人洗腦啦 就鼓勵那些人吃這些 這樣的加工食物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導致我們現在的糖尿病 是不可收拾地出現的 那好了 那他為什麼有問題呢 那我常說呢 其實有問題呢 就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糖 那問題反而是那個脂肪 那原來呢 我們身體的細胞膜呢 其實是有很多脂肪和蛋白質造成的 但是這個 如果我們身體的細胞膜 脂肪酸 是一種壞的脂肪酸 就是不是那種好的脂肪酸 或者是反式的脂肪酸呢 它就會令到那個細胞膜呢 那個功能上是出現故障的 那麼我身體細胞膜呢 是需要大量的阿米加三的脂肪酸 才可以正常運作的 那麼你看到呢 這個壞的脂肪呢 導致這個問題的出現 好了 簡單來說呢 就是這個問題的那個出發 出現的原因呢 就是我們太多精裂的油 吃太多氫化的那些 氫化的脂肪呢 那麼還有呢 我們那個那個阿米加三 是大大不足 那麼我們礦物炎裡面 升啊、落啊、凡啊 Vanadium、Magnesium 這些全部都是很缺乏的 那麼可以同時呢 我們呢 亦都是有很多這些 這樣的殺蟲藥啊 大大來到 可以這樣來毒看我們 那麼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糖尿病的GG 所以出現呢 亦都是因為我們身體 缺乏這些這樣的食物 那麼糖尿病的人呢 就是那個尿量很大的嘛 那麼在那個尿裡面呢 它也都是流失了很多這些 主要的礦物營和維他命的 那麼所以看到這個是 可上加油的 嗯 明白 好啊 那不如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呢 再請袁醫生 跟我們講解多些關於異形糖尿 看看可不可以康復啊 或者有些什麼對策啊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錄創意健康店 電話 電話 28824848 網址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HELLO 我們又回來自然療法與你啦 袁欣欣 你好 袁欣欣 你好 袁欣欣 你好 一般的經驗也是 很難真真正正完全康復 當然在我們的經驗 和自然醫療的經驗 其實糖尿病異形的康復 是有三個關鍵的方法 我們叫做組合 三個主要的方法 第一件事你要做 就是開始大量進食一些阿麻子油 或者多少呢? 每日起碼兩湯匙阿麻子油 或者四湯匙阿麻子油 即將它硬碎的阿麻子粉 因為我們要解釋 阿麻子油 是對我們身體破壞的細胞膜 是很關鍵的 而這個破壞的細胞膜 是妨礙到葡萄糖 最愛我們的細胞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要做大量進食阿麻子油 阿麻子油是其中一個 最簡單便宜的 亦都是阿麻子油非常豐富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們要把所有人工人造的脂肪 其實大部分我們現在看到的 在加工的食物 總之由盒、包裝過、罐頭、包裹 可以這樣說 他們大部分都含有很多這些 輕化過的 或者部分輕化過的 或者是所謂不飽和的人造的脂肪 通常標籤都會說 他們說自己是不飽和脂肪 或者是單飽和脂肪的黃豆 粟米 或者是Canola的油菜籽 或者是花生油 或者葵花籽 因為這些本身的油 是經過一些很高溫的處理的 在過程中 亦加了很多反式的脂肪 這令到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很難將它排走 這導致壞的打破唇增加 導致我們血管閉失 所以第二件事要做 是把這些人造的脂肪 其實大部分的加工食物 都是包括這些人造的脂肪 平時可能真的吃不少 大部分人都是不斷吃的 第三 將整體脂肪的進食量 減到整體每日的卡路里 15-25% 現在一般人吃的脂肪 卡路里的含量 大概是佔總卡路里的40% 我們要求肥膩 是盡量減低的 當然我們身體 在糖尿病裡有一種症狀 叫做同症酸中毒 Ketoacidosis 或者Ketosis 在這方面 如果我們身體完全沒有 會出現這些問題 但如果我們能夠控制 我們的脂肪 變成這類的酮症 或者脂肪酸過高中毒 這個情況會減低 因為我們處理能力弱了 所以我們處理脂肪酸 也會出現這些問題 我們要記住 高胰島素的水平 危險程度 跟高血糖一樣 如此嚴重 所以脂肪是很重要的 知道 袁醫生為什麼這麼久 都沒有說到要介食糖分 當然 是不是真的無關 其實也不是無關 起碼在早期 即是初初的時候 你要處理糖分 也要介食糖分 也要介食糖分 因為糖分膏 也會妨礙我們的身體 肝 將糖分變成脂肪 在早期 我們都需要 將糖分的進食量 進去 即是要介食它 但當然 當你的情況改善了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地 可以加些 例如紅糖 或者天然的糖 或者蜜棗 或者蜜棗 或者蜜糖 這方面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是 即是早期 不介食糖分 你的復原能力 會減弱 嗯 那醫生 其實比較肥胖的人 他介食糖分 其實會不會更加困難呢 很明顯 肥胖的人 他身體的脂肪多 是 我曾經都很強調 糖尿病的問題 是身體 是太多這些 就是不好的 反式的脂肪 那肥胖的人 很明顯 他脂肪多 一定包括這些不好的脂肪 所以你發現 肥胖的人 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 控制糖分 也會困難一些 另外一個影響我們異形的糖尿病 就是一種叫做 很多時候 他們會出現那個昏迷 就是糖尿處理都不好 是 一種昏迷的 醫學上叫做 Non-Ketoptic Hyperosmolar Coma 即是一種 一種同症的高滲透性的昏迷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因為我們的身體 是不斷地流失糖分 以及大量的液體 在我們的尿液那裡 身體慢慢地 可以說是缺水 嚴重點缺水 當我們的腦袋都缺水的時候 當然 我們會開始 腦袋的功能 會出現障礙 會有一個人 會開始 迷迷惘惘惘 昏迷 慢慢地 進而 會導致一個 一個昏迷的狀態 那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叫做 Diabetic Coma 有時都是急症的情況 進去醫院 他都是幫你 補充 用那個 靜脈的滴主 幫充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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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離機 這個糖尿病 有時候 會遇到這些問題 突然之間 是昏迷在這裏 明白 那我們有些什麼行動 可以去正視這個問題 很明顯 你不可以 不改變你的飲食方法 而醫治糖尿 很多時候 在進行醫力治療的時候 有些人都說 我今天就 讓自己放假 不用這麼辛苦 戒口也這麼辛苦 如果你用這樣的心態 其實 你的成功機會 都是很少的 所以一定要 你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們經常都說這件事 你那個人 整個狀態 和你的飲食習慣 是直接有關係的 如果你不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很多時候 很多健康問題 是無法解決的 好了 你第一件事要做到 是停止所有的加工食物 你要好好地 就開始 學讀這些標籤 慢慢去學習標籤 看看有些什麼糖分 有些什麼 輕化的脂肪 或者部分的輕化脂肪 或者不飽和的脂肪 加工的脂肪 顏料 食物保存劑 這種是第一手要的 即是說 將所有人工做的脂肪 要完全 從你的飲食方面 完全要撇除 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知道 還有什麼其他 我們需要做呢 醫生 除了這個之外 我曾經所說 就是阿麻子油 每天是進食兩至三湯羹 或者用阿麻子粉 磨碎的阿麻子粉 但記住 這些油 一定是不能夠用高溫處理的 你買這些阿麻子油 記住 買這些要質素好的 質素好的油 第一 它是沒有經過高溫處理 即是不能夠 在處理過程 它的溫度 一定要低過110度 或是110度以下 除了之外 如果看到好的油 一定要放在一些黑色的瓶裡 因為原來光合作用 破壞我們的油 是比我們的溫度一樣高的 所以 好的質素 油 通常你會看到 它們會放在黑色的瓶裡 還有 盡量保持在雪櫃裡 因為溫度 對這個油的保持 其實也很重要的 好了 脂肪方面 進食要盡量減低 一定要把脂肪 盡量減低 不要吃太多肥膩的食物 至少是早期 早期的時間 直到 在你身體的脂肪摸 細胞摸 開始 維修 手是好一點 最初七天 盡量 所有脂肪都要減低 將來 好一點 就可以慢慢加進 一些 比如說 椰子油 橄欖油 或者牛油 甚至乎 乾淨的豬油 都沒有問題 有些人說 豬油好不好 其實這些 我們被食物公司 不斷地洗腦 以為是天然動物的油 是不好的 可以吃那些人造的植物油 這是導致我們現在的健康問題 的主要原因 我自己也有這個錯過 是的 大部份人都是這樣的 陳先生所說 將我們脂肪的進食量 每天的進食量 要減到我們總卡路利的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個百分之 一般美國人 在說的是吃百分之四十五的 好了 除了之外 我有些什麼營養補充劑呢 因為我們的泥土裡 根本就沒有這些營養 如果靠我們一般的食物 基本上我們都是不足夠的 所以營養補充劑是很重要的 譬如有些什麼呢 例如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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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鑊 鑊 200mg 他也知道是和我們的癌症有關的 澳洲地方發現 因為澳洲的土壤裡 那個西 的鑊 是很少的 所以癌症相應很高的 那麼還有鑊 新鑊 是550毫克 一日三次 鑊質 R-蛋150mg每日 硫黄500mg每日 Boron3-9mg每日 Silicon直也要 抗物炎一定要补充 我们也很强调 除了抗物炎,维他命方面也很重要 我们需要 维他命A5000mg 即是国际单位 维他命D400mg B1 100mg B2 Vibroflavin 10mg B3 Nacinamide 50mg 每日吃3次 还有一种基酸Inositol 也需要400mg 每日吃3次 B5 Pandophanic 300mg 每日吃3次 B6 Perdoxin 100mg B12 2000mg每日 维他命C 600mg 每日吃3次 就是368 1800mg Keratin 就是胡萝卜素 25000mg的国际单位 还有维他命E 400mg的国际单位 13次 还有有基酸 新基酸Bioctin 10mg每日 还有卢酸 还有卢酸 Foxaltylcholine 500mg 13次 叶酸 Foxaltylcholine 400mg 一日 还有Bioflavonoid 这些 即是福盆子 Bilberry 还有提子里面的这类的营养素 其实都很重要的 好了 除了我们一般 可能都听过一下 抗物盐 和维他命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 它叫做Alpha-Lipo-Acid 流生酸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需要一个进食量 也需要600毫克一日 做一个 总叫做Quasitin 是甲皮素 我都没有读过 这个也需要200mg 13次 还有Cocutin 我相信Cocutin 很多人都听过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Alcaldine Alcaldine是我们经常 大脊脑的人 用了之后会制造肌肉 当然肌肉多 它煮你的血糖的能力 也都很强的 嗯 还有这个 除了我们这种 这种特别的营养素 我们的运动也都很重要 我希望每天 就是进行这些 就是不用太多的 15分钟 到20分钟的 运动 那就可以 比如饭后这样 好的时候 你吃饭后 你可以出去逛逛逛逛 其实非常之好的 都已经是一种运动 没错 那就是每天 就是每天三次 不要常常坐在这里 有机会 比如上班 走下楼梯 不要常常坐电梯 有时短程 都尽量去走路 就不要做到 靠的士出入 这个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喜欢吃饭后 吃饱饱后 就去走路 晒下步 这个就是非常之非常重要的工具 知道 那好了 其实超级市场 刚才医生提及到 很多包装了的食物 其实都是有反式之风 那超级市场里面 还有多少东西 我们可以吃呢医生 在现时一般的超级市场 我认为你能够吃的东西 我认为十个百分之多 那些食物架里面 是占的大概是十个百分之多 所以你真的这方面 是要时机去选择 基本上那些所谓的 Frozen Food 那些方便的冷冻食物 就是煎炸的食物 这些都要尽量尽量尽量 尽量如果能够去健康店 去买有机的食物 去光顺这些公司 那香港现在健康店 其实越来越多 也有很多小型有机的农夫 就会在那些花区 那些农墟 就是周末 平时都会买到有机食物 那我觉得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是光顺当地的农民 就不要买那些食物 在外国运过来 那我也觉得 大家多多支持有机食物 那我们是真的可以 有机会控制得回来的 会不会还有其他 可以帮助到 去改善这个情况 是的 我们可以做到呢 我刚才所说的方法 可以再综合说一说 其实糖尿病的问题 是我们身体的不正常脂肪 脂肪的生肠道是导致的 而为何会不正常的脂肪 脂肪的生肠道会出现呢 因为我们身体是缺乏 亚米加三的脂肪酸的 那为何呢 因为亚米加三的脂肪酸呢 是帮助我们维修 我们细胞膜的完整性的 那因为这件事出现问题呢 那变成了我们细胞的糖分的进出入 是出现了问题的 那有些人说 那同样是用乳液啊 那简单来说呢 用乳液我们刚才所说的工具呢 可以这么说呢 百分之九十的糖尿病的病人呢 其实都可以控制得上了 那这个是讲乳液 就是刚才所给的那些提示来的 那原来最近呢 在网上呢 开始有一个新的资料的 那原来有一位 有一位医生呢 叫Gabriel Cutson 那他在美国呢 有一次呢 他就在全美国呢 是就是recruit 就是打中糖尿针 二岛素针的那些糖尿病病人 那他就是recruit了六位 那其中有一位呢 是一型的糖尿病病人的 那他去阿里桑那州 他有一个health center 那他用什么方法呢 就用一种叫做vegan diet vegan diet呢就是素食 素食得来呢就连那个牛奶都不饮的 雞蛋都不吃的 就是比较一个高层次的饮素食的方法 他给你看到呢 是很严重的打针那些糖尿病病人 他亦都 你在他的片段的纪录片里看到呢 很多是很肥的那些 那些糖尿病人呢 是差不多是全部治好 三十天而已 那你想想一下那些人现在吃糖尿药啊 打针的那些是打一小的嘛 那打一小之后会不会好呢 那根据医学的数据那个经验呢 糖尿病病的病人呢 不论你採取就是你怎样医都好呢 吃糖尿药啊 听完医生话啊 基本上呢 他们在十五年之内呢 他们会出现眼磁力退化 就是眼盲啦 会出现那个神衰竭啦 需要洗神啦 也都需要呢 那个出现那个 那个肢端呢 可以被割除啦 因为那个血液肠环出现问题啦 那也很多糖尿病的人呢 美琪呢 是死得很辛苦很惨的 因为他很多出现那些神经线的尾端那些痛症啦 那他们就是痛不欲生的 那所以糖尿病这件事是一个 就是一种 其实说实际来说呢 是一种脂肪酸的生臣代謝的问题 是 绝对需要做事 绝对是可以医得好 是 只不过呢 我们做的那个方法呢 是 就是不足够啦 现在很多人都不太好地啦 那当然啦 一般人都是想着呢 那就是吃粒药 那当然是快点啦 是不是呢 如果这样的医生 还有 刚才我听你提及到 是做运动的 是不是 做运动量 不知道要做多少才够呢 是啦 那其实 当然啦 大家都 就是 很多人都会整天这么说啦 要健康的生活习惯 要包括 就是经常性的 的运动啦 那 当然啦 运动呢 就是 就是 控制糖尿的 运动呢 当然要 要定期性 是 经常性啦 那很多时候呢 病人都可以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心电图先啦 那看看他那个 就是他那个心 那个 就是血管方面呢 有没有 有没有危险的 就是 我们的那个症状出现啦 那样 那 但是很可惜呢 真真正正 就是知道你心 心脏血管有没有问题呢 第一个 第一个症状呢 就是死亡 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就是做运动之下呢 或者甚至在一个运动心电图进行这些测试之后呢 就突然之间出死的 嗯 那么最近都听到有一个 有一位啊 啊 好像是 郭泰的空中尺 是啊是啊 急日太 很年轻的而已 那他都突然之间他就 就是 因为心脏病了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第一个迹象呢 其实就 就是差不多是死亡的 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呢 其实不是太多啦 8分钟 10分钟 那样啦 那就可以将我们那个饭后 做8分钟 10分钟呢 可以将我们的血糖呢 可以控制一个一个水平的 那样 那 那 那 长远来说呢 运动呢 那个好处呢 是令到我们身体呢 就是对于倒数的那个敏感度 是增加的 因为二型 二型那个糖尿呢 问题呢 就是我们身体对于倒数呢 是有抗拒 就是我们不懂得用它 它在这里也好呢 我们也能用得它 那我们如果是用运动呢 就是会帮助身体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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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血管是一定要流畅的 做运动是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血液里面的黏度是太高的 有时候我们的血小板 令到我们的血液是越来越黏稠的 当然如果血管黏稠 令到我们的血管闭失 出现心脏病或者中风 都是这样的 但是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 产生这些内部的胸肺 那些人会觉得很暢快 因为运动是可以制动这些东西的 还有一个我们知道 做运动是可以将我们身体的好的胆护唇 增加了几个毫刻 我知道每一个毫刻的高浓度 或者好的胆护唇增加 是会减低我们的心脏病的危机是2% 只要一个毫刻的 那个HTL增加一个毫刻 一个Mg 我们的心脏病的危机可以减2% 按照你的体度 运动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好的胆护唇 亦可以从而保护我们出现心脏病的问题 当然运动会帮助我们的心脏本身 我们上次也提及 我们的心脏率是很重要的 是 如果想知道个人健不健康 我们可以看他的心脏率 就是在休息状态之下 比如休息了几分钟之后 调量他的心脏 如果你的心脏率是属于高的 通常个人的健康是比较差一点的 我知道我们的心脏 就是我们不断地消耗我们的心脏 亦都会令到我们的心脏容易退化 这样 那运动是可以将我们的血液 大量带入我们的心脏 亦都帮助我们 改善我们的心肌肉 去抽取养分 就是我们的身体 用的样子会改善 那这些全部都是 所以运动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当然运动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 制造更多的血管 比如有些地方闭失了之后 在运动的过程里面 我上次也提及 那种运动是一种要很大力的 就是运动运动 那会逼出我们的身体 制造更多的 所谓附近循环的 collateral circulation 就是我们的器官里面周遭的那些 那些血管是可以逼它 制造更多的 所以我们知道 要令到我们的血管增加 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方面的运动 知道 袁医生 其实我们有没有什么实验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精神温动 其实对糖尿病是很有好处的 是的 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 是科学研究 其实很多 我刚才所说的 要大量的 就是要动它 就是要举重 就是这些 曾经有一个研究 他用了16个 就是状态一样的那些人 那些人 是 是用着胰岛素 就是 属于那个胰岛素 抗拒胰岛素 那当然 这类的人 这16位 这位 就是身体状态很差的 那当然 他的糖尿危机 就是出现了这种危机 那其中 八位 就叫他做那些大量的运动 那其中 另外 八位 那些男士 就叫他做同样的大量的运动 再加上 一个小时 是举重的 是的 那当然 他们发现 他们那个胰岛素的水平 是相应 大家都降低了 是的 那也都发现 他的血糖也都降低了 也都发现 他的血压也降低了 这16位男士 全部都降低了 但是 那些男士 如果要做举重那方面的运动 他那个胰岛素的水平降低 差不多是三倍 只是做大量的运动 那些 真的很远 那即是举重 用肌肉 推动肌肉 肌肉多的人 他处理那个胰岛素的能力 是好很多的 那也都发现 他们胰岛素和那个血压 都是减低了 是两倍 就是没有做这些举重的运动 嗯 明白 那阳医生啊 其实现在有没有一些特效药 其实去所谓去医这个糖尿病的呢 那当然 那过去的一般人 在我们运动的医疗 都是常常 就是希望 是找到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特效药 是 是 一劲搞定了 那不用那么辛苦 是要割 割糖 割食物 割脂肪 那样 但是问题 糖尿病是一种叫身神代謝的病 那如果我觉得呢 我们不会找到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 是 根本没有可能有这些 这样的特效药 那当然了 那些人都是 哎呀我们戒口很辛苦的 这样做就不好啦 那但当然了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吃着这些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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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所谓的糖尿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用着的 那当然了 问题是 那些人吃了这些糖尿药之后 就经常在戒口方面 就不能做得那么足够的 好了 那但是这些糖尿药是 有没有问题呢 效果多少呢 那在外国里面 做过好这方面的糖尿药 有一类的糖尿药 叫做 Sophonylurea 或者叫做 那种黄瘤 黄瘤 那个 尿类那方面 是 那这种 Sophonylurea 这种 这种 一类的糖尿药 包括很多 比如 Orinase Tubotamide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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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些 专利的西药 1961年 曾经有一个研究 是一个大型的研究 是 有1027位病人 那叫他用药物来控制血糖 那 那 他们呢 就 希望 可以 以及可不可以 令到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 他的心脏病的机会 频率是减低了的 那他当时呢 用了一种 Orinase Tubutamide 这种糖尿药 比较一些 就是 吃一些假药的 那 在这个 这个 1027位 的 大型的病人 是进行这个研究 但是 到了第七年之后 他就 直接中断了 就是 他不敢再做下去 是 那为什么呢 他发现 吃着这些 口服的糖尿病的病人 他心脏病的死亡 是很高的 他高到他自己都害怕的 即他不敢 即他不敢再继续 再继续 这个研究 那 原来发现 吃着 Orinase 这种糖尿病的病人 他们那个死亡 是比一些吃的安慰假药 是多了250% 哇 即是2.5倍 是的 那之后呢 在吃着这些糖尿病的人 他们的死亡率 每年是增加1% 嗯 如果有1000万人 是用这种方法去医病的时候 那这个就会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每年呢 就会有10万人是死 死在这些药那里 哇 这个很厉害啊 或者10年里面 有100万人是死在这些糖尿病 因为心脏病业 某程度是会 嗯 嗯 那么你可以看到 那个副作用是很严重的 嗯 很多人呢 因为吃多糖尿病药 是搞到心脏病死的 那医生人 这种药有没有停止使用呢 那一般人你会想 是吧 即是既然数据上已经看到了 而他们做的大型研究 做了都不敢做了 因为那些人吃糖尿病药 心脏病会 这种危机会高那么多 高那么多 高那么多 是的 我觉得你应该这些药 全部禁止了 但很可惜 这些药 根本上是继续被人用的 始终药厂的势力很大 嗯 那么 那为什么吃这些药呢 会死亡率高那么多呢 其实医生 他也研究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那发现这种 受方的Urea 这种药 其实呢 原来呢 是会令到我们心脏 是需要养分 是还增加了 嗯 那就是 你平时 你可能某个水平的氧气 才够用 那吃着这些药 就不够的 那就是我们身体 但是呢 那个负荷呢 是很明显的 是增加了的 那还有呢 吃这种药的人呢 他发现呢 他 就是他 他出现那些 所谓不规则的 心跳的情况 也都会增加 是 有这个倾向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他发现呢 他也都会 将我们那个 好的胆母醇 是慢慢地 是减低了的 那当然呢 好的胆母醇 少了呢 也都会增加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动物的 那个血管的问题 是 那其实我们大概 基本上都知道 这些糖尿病的药 为什么会导致死亡率增加呢 其实我们大致上都知道 嗯 吃了之后呢 你的养分又要 心脏负担是大很多的 是的 那余医生 除了这些西药之外 听到那个副作用那么大 那其实自然疗法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天然工具 可以 又有副作用呢 又可以帮助到糖尿病的病人呢 其实呢 在自然界 我经常都很强调啦 是 自然界很多 都很好工具 而往往这些工具呢 不单止有效得来呢 往往副作用也是 少很多的 是 那有一个营养素呢 我刚才都提一提的 就是Alpha-Lipo-Acid Alpha-Lipo-Acid Alpha-Lipo-Acid 或者叫做流生酸 嗯 那这个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那原来呢 那这种的 那个流生酸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那个排除我们的游离基的 那这个游离基 有些水溶性 或者脂肪溶性的 那都可以的 就是说呢 它能够排除抵消那些抗氧 那这个游离基的能力呢 是两方面的 就是不单止是水溶性 和脂肪溶性都都可以的 那也都发现呢 Alpha-Lipo-Acid 可以加强我们的 维他命C 维他命C 那个功能 那个 那个 那个作用的 那也都可以呢 是令我们身体呢 是提升呢 一个 我们那个 Glutophion 是 就是 就是 用我们 运用我们的维他命C 的能力 那我也都知道了 就是如果这个营养素呢 叫做 谷光金钛 Glutophion 如果它那个 水平低的时候呢 那它也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 的氧化 那个问题的 那出现的那些问题呢 比如好像那个神经线的破坏 那就是 那就是看到呢 Alpha-Lipo-Acid 是会提升 这个 Glutophion 保护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 减少这些 那个 那个 那个游离基的破坏 那 好了 那其实Alpha-Lipo-Acid 你说是不是 近代才知道的呢 其实不是的 在德国呢 它用了三十年了 那它也都很肯定呢 Alpha-Lipo-Acid 有四个很主要的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特质 就是很有效的地方的 第一呢 它会帮助我们的那个 那个胰岛素呢 是 燃烧我们 那个葡萄糖的能力的 那 Alpha-Lipo-Acid 也都会减低 我们的胰岛素 那个 那个 抗拒胰岛素 这个问题的 那我知道呢 胰岛素抗拒呢 令到我们的身体呢 就要制造多些胰岛素了 那胰岛素多呢 是胰岛素本身呢 是导致很多 这些问题的副作用在那里 那好了 那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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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生酸 Alpha-Lipo-Acid 可以减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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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 是肥胖的人很多的 嗯 好了 那 那 这个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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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令我们不会像糖尿病人很疲惫 因为我们身体的能量制造方面出现问题 除此之外,如果有很多人的神经系统或眼部 已经因为糖尿病久了,破坏了 可否再扭转它呢? 发现Alpha-Lipo-S在高大量应用之下 其实都可以帮助到 你知道糖尿病的病人因为血管破坏 眼的微酸血管破坏,神的微酸血管破坏 出现了很多微酸血管的病变 就是神经系统 这会导致眼盲,燃烧的痛楚 或者我们的触步是失了知觉 尤其是晚上一刻 我们的神的功能慢慢出现问题 导致最后尿毒症出现了 所以我们要洗腎 甚至要换腎 当然,如果没有即时令你死亡 也好,大大地伤残也很厉害 好了,Alpha-Lipo-S 根据另外一个德国的研究 长期用高分量 可以令到我们破坏的细胞 可以重新再生化 神经线那方面可以生化 你知道一般人认为 神经线的问题是破坏了之后 是很难搞的 原来Alpha-Lipo-S 大量应用 可以处理很多神经线痛楚这方面的问题 有人会问 要吃多少分量呢? 要用分量多少呢? 基本上在外国的研究 如果你有这些微血管病变 或者糖尿病 要用的分量是600-800毫克每日 甚至1800毫克都可以 当然,如果一般用不太严重 突然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平时的进食量 用100毫克每日的进食量 都可以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说糖尿病 就算任何的问题 是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 出现的病变 或者因为喝酒过多 所以我们所谓的脑炎 我们服用这些 大量服用几个月之后 都很多时候可以看到 可以进展得到 起码用它两个月 如果你有这些情况 可以用它两个月 袁医生,我想问一下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草药可以帮助糖尿病呢? 除了我刚才所谓的工具 有一个草药可以说是印度的草药 它叫瓷羹藤 Geneema Silvestra 在印度发现 这种草药 甚至乎可以令股脏 细胞细胞细胞 细胞细胞细胞 破坏了之后 都可以令股脏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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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这个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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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但是如果我们吃高碳水化合物 就是高确的活人物 这方面会减低我们身体的糖尿病需要这个胰岛素 通常吃的鸡肋类和薄药 或者吃全制肠才可以 不要吃这些白面粉 我要考虑,以前我已经有提及的 就是我们叫Glycemic Index 升糖值这方面 有很多食物升糖值是低的 有很多食物升糖值是高的 我曾经所讲的最近的研究 就是用那个维生素食 主要是吃了蔬菜的 升糖值差不多是零的 我们知道了 我们糖尿病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尿多、尿频 所以这个尿频 是出现了我们身体很多的营养素 水溶性的维他命 B1、B6、B12 和很多矿物原料 B1、B1、B1、C1、C1、C1 都会慢慢缺乏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方面 要好好地补充它 做一个食物很简单 原来是香蕉叶 这个最近的研究 有一位博士William & Judy 他用香蕉叶里面的一个成品 这个成品叫Clorosolic Acid 菠萝梢酸 他发现是可以令到糖尿病那方面 那个糖分可以减低的 他曾经做了一个20个糖尿病的病人 每天大概服用48的Mg 这个由香蕉叶提炼出来的物质 他发现可以将糖水平减低到32% 他背后的机制似乎 这种物质是可以将糖分 由我们血液里面排走出来的 你会说这样做法会不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其实他都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过 好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这次真的学了很多东西关于糖尿病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会有所得着 首先是多谢袁医生你的时间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糖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纯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晋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www.natura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